中国一带一路在印尼的指标计划亚万高铁 连接雅加达和万龙两大城市 是东南亚首条高速铁路 不过中国当年建造方案 直裁两边企业合资 无需印尼政府出资或担保 如今却因为高铁建造成本增加 印尼政府被迫投入预算 日前印尼和中国就亚万高铁成本超支 以及贷款利息进行谈判 中国虽然愿意调降利息至3.4% 但是印尼希望能够降至2% 降幅并未符合期待 印尼积极赶工新建东南亚首条高速铁路 亚万高铁 这是中国一带一路在印尼的指标计划 新建过程中由于疫情及土地收购争议 再加上成本不断超支 还有出轨意外等问题 完工时间一言再言 亚万高铁连接首都亚加达到西爪哇首府万龙 全长142.3公里 最高时速可达350公里 渴望把两地交通缩短到40分钟左右 中国当年已保证无需印尼政府出资或担保 由两边企业合作筹资的方案获得标案 如今因为高铁造价飙涨 总成本已超过70亿美元 印尼政府也被迫投入预算 而就亚万高铁成本超支数字 印尼和中国达成协议金额高达12亿美元 约和新台币365亿元 印尼海洋事务与投资统筹部长卢胡特 日前访问北京与中国官员就贷款利息谈判 第一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贷款5.6亿美元 利息为2%来支付超支费用 不过与中国谈判后未能成功 中国目前只愿意调降至3.4% 日前亚万高铁的轨道安装工程已完成 预计8月18日举行通车典礼 5月将试运行 中央社综合报道 继美国、日本、荷兰联手限制 向中国出口相关芯片制造设备后 据日媒报道 中国正考虑禁止某些稀土磁铁技术的出口 作为反制 由于中国在全球稀土磁铁市场上 占有绝对优势 预期将对依赖稀土进口的欧美国家 造成重大冲击 据日本媒体报道指出 中国政府决定在工业技术出口限制的产品中 新增女、山菇等特地稀土磁铁的制造技术 由于磁铁是决定电机效能的关键料件 并广泛用于飞机、机器人、手机甚至武器上 影响不言可遇 由于目前中国在全球女磁铁市场超过八成四 山菇磁铁市场更超过九成 日本个别只有一成左右 如果中国确定寄出稀土磁铁制造技术的出口禁令 从稀土开采到成品生产的供应链 势必都将受到冲击 没有磁铁生产企业的美欧国家 未来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度 短期内恐将遇到阻碍 报导还指出 如果中国进一步扩大设备投资 降低生产磁铁的成本 有可能再抢食日本的市场 专家分析 在全球减碳脱碳的潮流下 动力电气化已成发展趋势 中国似乎想借由掌握磁铁供应链 进一步在其中确立把权 中央社综合报道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5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聊天机器人ChatGPT全球爆红 随之而来的风险忧虑也不少 开发商OpenAI日前遭到AI议论 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投诉 要求FTC介入调查 并暂停CheckGPT部署 详情如何带您一起来了解 美国一个AI伦理组织日前 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提出指控 认为OpenAI近期提出的GPT4 AI模型 存有偏见与欺骗现象 并且严重威胁隐私及公共安全性 不符合FTC所要求的人工智慧 应符合透明公平性 以及容易理解等原则 GPT4是OpenAI大型AI语言模型最新升级版 搭载在微软服务当中 南韩媒体韩联社报道 提出指控的伦理组织 希望FTC要求OpenAI之后推出的GPT产品 要先建立独立的评估方式 而在该组织投诉之前 包括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在内 有近千名科技公司主管和AI研究人员 就已发布一封公开信 担忧AI对人类可能造成严重威胁 呼吁暂停最高阶AI系统的开发 FTC主席汉林娜之前曾在一场反垄断会议上表示 FTC将保护新生的人工智慧工具市场竞争 并且警告大型科技公司可能开始恐慌 并试图通过非法手段阻止新来者 因此引发外界关注 FTC是否会因为这项指控而对OpenAI展开调查 中央社综合报道 国际旅游亦后复苏 交通部观光局将台湾著名观光景点的图像 张贴在新加坡的地铁、巴士和计程车上 在当地街头穿梭 期望能够吸引湿城民众来台探索不一样的旅游景点 为推广宝岛观光 交通部观光局驻新加坡办事处 日前在湿城的巴士和计程车上 展示澎湖七美双新石户 蓝宇独木舟、台东三仙台 及淡水天原供应花等著名观光景点的图像 希望吸引新国民众来台旅游 把巴士、计程车、捷运 上面都做了我们台湾的观光的报告 能够在新加坡全国总统到 能够唤起我们新加坡的旅客 对台湾观光的热情 今年观光局设定的主轴为探索台湾 推出100辆登箱计程车、15辆公车、地铁列车等户外观光广告 鼓励新加坡旅客到台湾时 能看看都市以外的景点 体验不同的台湾文化 这次的设计跟往年的有所不同 今年我们会介绍一些比较与众不同的旅游景点 大多数都是新加坡人很少会去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来提倡他们去这些比较另类的旅游景点 台湾是新加坡民众旅游的热门景点之一 自开放边境后 去年12月新加坡付台旅客人次约4万左右 随着国际旅游复苏 渴望能吸引更多失陈民众来台 中央社记者侯资营新加坡报道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以及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家华 我们再会